大家好,我是刺激萌芽 又到了欢乐的博恩传时间 最近动画画的《火影忍者新传》刚刚播完 不知道是否符合大家的预期呢? 我觉得嘛,作为温馨的日常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尤其是佐助和小公主尴尬到爆炸的互动 不禁让大家感叹 佐助你是没带过女儿吗? 这么多年怎么过来的? 答对了,佐助是真没带过女儿 看过前面《翡色花月》篇章的观众肯定知道 这么多年来他们妇女就从没见过面 《翡色花月》篇章出自《火影忍者》漫画《王杰》数月后推出了《外传》 第七代火影与《翡红色》的《花月》 一来这是暗本所作 二来那是症状才刚刚完结 所以和现在的博恩传完全不同 里面包含着大量火影后期的经典元素 比如完全体虚作能呼 六国与龙徽眼 天手力等 动画画后的质量也非常高 奉献了应该是博恩传目前第二精彩的打戏 虽然只有短短的不到一分钟 但相比设定、打斗 这个篇章最突出的还是剧情 和博恩壮那些无低头的搞笑日常相比 这个篇章充分展示了 按本老师一本正经搞笑的功力 看似透过佐良娜的烦恼严肃探讨 当今社会存在的家庭矛盾 实则草点满满 看得人笑到胃疼 本期就来回头吐槽一下 这个以佐良娜为主角的《翡色花月》篇章吧 博恩壮里的小主角们 都是含着金汤池出身的 不是光二代就是柯二代 背景差点的也得是根二代 但唯独佐良娜的家庭有些特殊 她的父母本来全都是 中阶人界大战风云灰烈的大英雄 尤其是她爹祖柱和险人火影漩涡名人 并列为人界最强二人 所有同学谈到她父亲都充满了崇拜 就连博人这个火三代也不例外 但是自打从佐良娜有记忆起 她就从来没见过她吧 到底是二柱子 当年好不容易封印了灰烈 先是当心失去共同的敌人 各国重回战争 要自己来当新的boss 跟名人打了一架 放掉一条手臂后 又开始当心灰烈的家想敌 靠着轮回的能力 创作于各个空间寻找敌人 这种情况下 别说让佐助像别人家的父亲那样陪女儿 能有空让小英怀上就很不容易了 而她妈妈小英上场的是医疗人数 在这个和平时代极无用武之地 只能在木叶村医院上班 和其他小伙伴的家长们 动不动就村长组长董事长相比 他们家还处在黄方代的初级阶段 再者 小英带女儿是什么样 大家可以想象 还记得当年差点毒死名人的冰凉王们 可怜的佐良娜只能小小年纪 自己买菜烧饭 还有惦记着菜价上涨 她不止一次地问妈妈 爸爸去哪了 在干嘛 什么时候回来 但小英只能回答 不知道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 佐助只把自己的行动告诉了名人 小英倒是已经习惯了 毕竟当年佐助一走就是500级 现在起码还能通过名人带个话 但小英能习惯 佐良娜可没法习惯 起初她靠着一张看起来 有些别扭的全家福 憧憬着爸爸的样子 相信无论在哪 他们一家人的心都是相连的 直到有一天 她发现连这张父母唯一的合照 竟然都是假的 原本的照片上 爸爸身边是一个和自己 戴着相似眼镜的年轻阿姨 佐良娜瞬间感到一阵阵眩晕 这个女人是谁 怎么和自己有点像 她立刻查遍了木月村所有的医院 竟然没有任何一家医院 有她的出生记录 她又询问了妈妈的师姐 医疗忍者金英 但对方也不清楚 她出生时的细节 难道我不是在木月出生的 佐良娜越想越糟糕 这时 她想到了和爸爸齐名的七代火影 七代大人应该知道爸爸的事情吧 佐良娜匆匆跑到火影办公室门口 正要敲门 隐约听到里面的谈话声 我这就出发了 去和佐助碰头 原来佐助刚从大头目 逃逝金石那逃回来 刚落地又遭到一个 神秘显冷眼少年的袭击 于是佐助将这一连创事件 飞鸽传出给了名人 名人正要去找他商议对策 佐良娜大喜 这岂不是有机会见到老爸了吗 安耐住内心的雀跃 她换了身衣服 想要悄悄跟在七代大人后面 但等她赶到木月村门口 被盖死的蝶蝶耽误了下 名人一流烟就跑没影了 佐良娜生气到变形 还好一旁的鹿王看出她的心思 反正现在木月周边很安全 便告诉了她名人的方向 然后佐良娜就被敌人袭击了 好在名人回头赶跑了敌人 直到佐安娜想见足处后 直接带上了她 佐良娜激动不已 终于要见到素未谋面的爸爸了 她激动了连血冷眼都开了 这应该是最幸福的一种血冷眼开法 她可能都已经脑补了 各种父女相见的温情画面 然而 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自己差点被初次见面的爸爸一见捅死 佐助竟然没认出佐良娜 还把她当成了之前 袭击自己的血冷眼少年的同伙 直到佐良娜喊出爸爸二字 佐助愣在原地 额头开始冒汗 说什么振兴与之波一组 差点把唯一的女儿捅了 受到惊吓的佐良娜 直接问出了她的困扰 我的妈妈是我的亲生妈妈吗 本来很好回答 结果二柱子反问一句 出什么事了吗 岔开话题必是心虚 佐良娜强忍着问出第二个问题 爸爸你到底去了哪里 在做什么 二柱子曰 和你没关系 明明是妇女 你竟然说没关系 佐良娜彻底怒了 要不是查过宇之波的族谱 上面清楚地写着她和爸爸的名字 她都要怀疑 爹也不是亲爹了 够了 竟然都不肯告诉我真相 我就自己去找那个戴眼镜的女人 其实佐助的本意是 我执行的任务太危险 和你没有关系 但佐良娜明显往糟糕的方向去想了 这是之前袭击过他们的 那个血轮眼少年再度出现 还跟着一个无耻的血轮眼大叔 这个人自称宇之波信 披着一件小偷斗篷 扬扬扬要复活小组织 但其实他就是个被大使王抛弃的试验体 当年团葬让大使王给自己的右臂 移植血轮眼时 就是拿他做的试验 等等 怎么团葬都死了几百集 刀博人状了还有他的事 还真是死也要守护木叶村的锅 明人和佐助正跟敌人演戏呢 小英突然出现 一拳将这个防派打成重伤 原来小英从精英那得知 佐男娜在担心自己不是亲身的 而且跟着明人去见佐助后 知道以那个钢铁直男的情商 肯定要出事 便立刻追了过来 但看看佐男娜的样子 怕是来晚了 小英正想解释 一直长得像牙齿的 当起烂眼小玩意儿出现 用类似神威的空间铜数 将小英和敌人抢走 明人他们不知敌人的去向 于是去找大师王心事问罪 佐助看起来似乎很淡定 却掩盖不了 匆匆走在最前头的事实 妻子不知所踪 她当然心急如焚 在大师王的据点 佐男娜看到了 爸爸那张照片上的另外两人 难道那个戴眼睛的阿姨就在这里 她悄悄凑了上去 可惜她问的人 是最不靠谱的水月 水月听完小公主的话 能想到从前 香菱对佐助的种种暧昧行为 直接惊呼 没想到佐助居然是这么个人渣 她还拿着香菱留下的棋带 和佐男娜进行了DNA比对 测试结果完全吻合 小公主炸了 自己竟当真不是亲身的 躲在门口的名人也炸了 佐助那个混小子 等等 你怎么也信了 佐助的为人你是清楚的 不禁女色的她 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再说人家香菱还没结婚呢 哪来的期待 名人竟然一本正经地安慰佐男娜 人与人之间的羁绊 不只有血缘 还有思念 你都不怀疑一下的吗 见到佐助 还一脸严肃地说 你这家伙 回头再找你算账 佐助也是满头问号 像大双问清敌人的老巢后 佐助先前跟陶石金氏 战斗销和的同力也恢复了 直接开启虚作能呼 载着大家去营救小鹰 而小鹰此时正在拆家 小鹰在火影中的打斗很少 要么是当辅助 要么一拳秒杀 在这次与信的战斗中 小鹰的动作前所未有的流畅 强大的提树实力彻底掌兴了出来 即使没有解开鹰封印 靠怪力也能把石柱当手里见人 而敌人的实力出乎意料的不错 他身上的血轮眼已经开启了望花筒 能力是控制金属 有种望磁王的既视感 看着地形的破坏程度 放在火影里也算个小boss了 不过此时佐助赶来 王全体续佐能呼 差点把敌人一箭火化 当佐助打算斩杀敌人时 明明血轮眼少年挡在他面前 少年声称要保护父亲 因为他是姓的克隆体 缺乏父爱的佐能娜 竟被反派的父子情感动了 看到爸爸又要拿件捅小孩 他忍不住喊道 住手 趁着佐助分神的瞬间 敌人用金属组成长矛 连同克隆体一起将佐助扎伤 佐能娜换了神 刚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 这就要当孤儿了 不过小英说道 别怕佐能娜 爸爸妈妈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说王向佐助递了个眼神 给女儿表演了一段 默起无间的夫妻配合 恰断好处的天手力互换位置 小英将敌人一拳解决 这是那个长得像牙齿的 单血了眼小玩意儿出现 又想要把小英带走 离得最近的佐能娜发现了 直接冲了上去 半空中 敌人用同力痛制苦无攻击佐能娜 而佐能娜利用刚刚开启的显了眼 闪躲开来 一拳把这颗牙齿打得粉碎 错不了了 就冲着怪力 还用担心不是亲生的吗 这是一大群显了眼少年涌了出来 全都是信的克隆体 其中一个还捅了名人一刀 冷静点 名人抬起头 九喇嘛 九尾似乎不情愿陪名人演戏了 一个眼神吓得所有小孩腿脚发软 直接投降 所谓的敌人解决了 就剩下佐能娜的问题了 小英紧紧抱住她 事情的经过我听静音说了 你是我的孩子 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佐能娜反过来安慰她 这些都不重要了 只要有真实的感情 彼此心意相通就好 小英还不知道那根棋带的事情 后来回到村子 佐能娜才知道 那个和自己DNA一致的棋带 就是小英的 只不过当年她出生时 是照片上那位阿姨帮小英借的生 所以木叶村各医院 没有她的出生记录 自己的眼镜也是这位阿姨送的 才会如此相似 至于近视 她可能不知道她爸爸当年 也是重度近视 几近失明 困扰终于解开 佐能娜也第一次和父母 一起在家里吃饭 但第二天 二柱子就再次踏上了旅途 佐能娜难过地问她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佐助不知该如何回答 她只好轻轻点了下女儿的额头 温柔地说 下次吧 这时小英把准备好的便当递给佐助 并满脸期待地把额头凑了上去 佐助看看小英 又看看佐能娜 犹豫了几秒 再见 只有一只手的佐助 当着女儿的面有些难为情 佐能娜找爸爸的肥色花月篇章 到这里就结束了 经过这次佐能娜的情感爆发 佐助终于知道 要时不时地回家陪陪女儿 想办法改善妇女间的关系 于是在最近木叶村举办的 亲子日活动中 佐助想尽办法亲近女儿 但苦于完全没有主动讨好女人的经验 加上连佐能娜不喜欢番茄种事都不了解 被小公主屡屡嫌弃 只好昏了头请教老卡的亲热攻略 做出了种种魔鬼般的言行 估计佐助的内心OS是 这可比打大桶木困难多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 本期影片的图文版会在我的公众号中发布 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和微博 我是四季萌芽 我们下期见